很多人說我們就是吃肉獸、廢水狂等等 好啦好啦,我認的 拍美食片和四仔差不多 沒肉,誰看啊? 那今天我們就來鑽一下這個口味 拍獸石吃齋 這間位於連城馬路的愛素食 新開的馬路幾拉 但已經挺熱的 不過澳門人起店名真的太直接 什麼愛什麼品啊 愛什麼心啊 什麼什麼餐那些 都免得說了 說回這間外素食 它的環境是挺西餐的 不像澳門傳統的中式素食餐廳的感覺 我們打開菜單 立刻選了一個四人套餐 值得一提的就是這裡的廁所也是超美的 我不是變態 所以我不拍廁所的 首先就是這個時日泥湯 基本上沒有味精 就已經贏了幾條街 第一樣就是這個綠咖喱麵筋 一眼看下去 它跟泰國菜不太分別 綠咖喱也很正宗 哦 濃濃的咖喱麵 又不怕太厚 加上一些麵筋 這種感覺 這些奇特 送飯一流 然後呢 就到這個甜鮮咕嚕肉 一眼看下去 其實 你說它是肉 我想些人都會相信 其實呢 它是用這個喉頭菇打碎它來做的 它的口感呢 比這個麵筋更加像肉 如果我蒙著你的飯來吃呢 我真的吃不出它是齋來的 這個上通話花菜就不介紹了 那一眼看下去 就是齋的齋 你叫我怎麼介紹呢 看看吧 好 再到這間店的另一個招牌 烘燒豆腐煲 豆腐來說 它也算順滑 聽說那些豆腐呢 就是劍家的秘製 絕對不是外面買到的豆腐來的 也不是藤圓豆腐 即是你見到周杰倫的 我就很肯定地說 以我對豆腐的了解呢 我真的吃不出它是豆腐來的 但是 好吃的 最後這碟 萬象更生 嘩 名字和擺盤 我給它99分 霸氣到呢 其實就是竹筍之類那些 總之素菜啦 最後埋單呢 人均100出頭 它又加上一服務費 唉 隨便啦 除了它上菜 還有倒了幾杯水 都好像沒什麼服務 唉 好啦好啦 算了算了 素食就福有猶龜啦 拜拜 沒有到我啊 executiveions 好